第二位是韋翰 大家好 為什麼要變蘇森長 曾昌你為什麼突然來到我們棚內 因為現在我看蘇森長在公爐秀燕 台中的捷運 啟動發話劇 台中捷運就在旅行的啊 是在中心 他怎麼會有捷運不走台灣大道 然後要凹進去 好奇怪喔 台灣大道不是一定 其實他們兩個的路線沒有差很多 方向沒有差很多 你喉嚨還好吧 不能模仿了 已經不太行的還模仿 他們兩個路線其實沒有差很多 有一點不一樣 就一個小地方 最主要那個鎮鷹站 就是那個 就是說周邊有一塊土地嘛 但其實方向差不多 但蘇森的比較遠 到台中港 那個林家榮之後到沙路 我覺得沒什麼好吵的 不同市場 不然你就當選啊 但問題是你今天審核過了 就趕快去做 對不對 你看像以前胡志祥不是有BRT嗎 那林家榮也覺得這個沒有用 他不是 對啊 說廢就廢 對就是說前面的市場要做什麼 現在台北市政府也沒有七天半開 我覺得 我覺得最離譜的是 沒有要選舉的時候 中央就讓你過 然後選舉要到的時候 這個很久了 這個2021年到現在兩年多了 對啊 那現在已經過了 他們還有一個比是說高雄的 高雄都很快嘛 還不到一百天就過了 2021年就送了 然後省到2023年的三月 省兩年 三月都過了 而且重點是交通部 過二月已經過了 對對對 交通部如果覺得有問題 交通部怎麼會讓他過 所以現在 現在就變成交通部 王國財在圖利 有利人士啊 對對對 他就是那個圖利者 這一趴 就還是在打嚴家那個案子 對啊 就是每次選舉就拿出 他上一次吵這個話題 就是去年補選的時候啊 是啊 那如果 你選舉都還是想的 那就是他要幫林靜儀打對手 是啊 可是有 我覺得時空背景不同 是因為你今年的二月過的啊 如果你去年選舉的時候 就會有問題 那你怎麼會今年二月讓他過呢 然後現在再回頭再打一次 這 他會說就是交通部啊 因為那是交通部 行政院還沒過啊 就是王國財 那個通敵通匪 沒有啦 那行政院不過就好啦 可是現在鄭文燦他們說支持嗎 鄭文燦今天是要我說支持啊 對啊 支持台中 支持台中監獄藍線啊 對啊 我們現在常常拿某一年的什麼 某一個模式 但是其實跟這一次 兩千年模式啊 2018那個是木炸農會事件 對啊 木炸農會是柯文哲親自去跟 黃成國臨席耀紅藥福 還有 還有那個誰 陳明文 對四個 然後隔天就被一周刊用網路全部寫出來 然後就是你晚上見完 隔天馬上就變成新聞 所以呢民進黨內炸鍋 就是說你怎麼可以跟 因為那個時候已經決定要 朝向提名姚文治這個方向了 然後因為那時候有一個傳聞就是說 就是要破壞白綠整合的人 把這個消息放給一周刊去拍 我覺得那些太複雜了 因為像他們有在講說什麼 什麼那個全民視 什麼民調那個啊 民主的 民主初選 他時間來不及 可是他對比的那個年份 跟現在其實 我們現在很多 不是 我跟你說 1995年民進黨初選是怎麼辦的 是到一個縣市辦證件會辦完投票 然後投完開票 一個縣市一個縣市這樣辦 對可是我一直說那一年到現在 可是我跟你講這樣總共才開出多少票 30萬票 有啊今天黃世秀不就是說 那萬一你今天開出來的這些票 對啊如果 連署的還低 要不要讓郭董選 假設只有30萬人投票 然後都假設都投侯友宜 那你侯友宜就會贏嗎 也不會啊 對 其實他們這樣子 其實現在看起來 對啊 我是覺得 現在兩邊 正因為他們全民皆兵 所以他們不需要用所謂的軍事學校 這種邏輯啊 他們沒有軍校啊 對啊 就更不需要 而且他們那個觀念是從每一個學校都直接養成 他們應該就不會有人跳出來講說 啊你就是不行 所以你只有做到少校 欸你沒看 現在連那個 我跟你講那種 很多美國的那個官員啊 就是說他會自己在這個時間點 他們就會說我是有太人 有啊 我一定 support 那個布林肯啊 對我一定 support 以色列 布林肯去講講講講 最後面也有一句話 就是說這個 巴基斯坦的這個學校 那個需求應該也要被注意到 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 他要把他拉住 他不能 因為現在 現在的風向比較導向說 你血洗巴勒斯坦 有一點殺過頭 可是你看喔 欸前兩天吧 就CNN有一個那個 那個資深記者 就發 在他推特發文 挺 然後就離職了 挺巴勒斯坦 然後就離職了 因為以色列的影響力很強大 對啊 可是布希 那個拜登講的也算很直接 他覺得已經過頭了 大家的感受都是過頭 就有一種要利用這個機會 清理加薩走廊的感覺 所以就有人講說 他是不是想要把 加薩的這個北部也把它吃下來 因為他每一次只要發生衝突 就會吃掉 吃掉某一個地方這樣 但以色列是有講說 他們沒有意要去佔領加薩啦 不過我講進去裡面 還很麻煩 對 他現在不是說 他邊邊的那些戰車都安排好了 還有包括那個很大型的 很高大的那個推堵車 他們都準備好了 就是到時候就產平 到時候是地道戰耶 明年週前我們不知道 會不會台灣唱齁 明年怎麼樣 明年啊 明年怎麼樣 不知道會不會台灣唱大巨蛋 周杰倫嗎 對 大巨蛋 真的喔 高雄不是也可以嗎 還是說八萬人比較好賺 沒有我覺得一定會有人想要當 沒有我們台灣沒有八萬人的場地啊 我們有四萬人啊 就一定會有人想要當那個 就是大巨蛋的第一槍 第一炮 那這個人是誰呢 志玲姐姐 沒有啦 李志玲沒有演唱會 李志玲沒有演唱會 那通常這種搶第一槍會是誰 周杰倫喔 沒有 一定先打球啦 大巨蛋先打球 對 因為那個 意義上 12月牙緊賽 會先打棒球 對啦 先看野唱會被 會被說圈圈叉叉叉的 然後11月會有表演賽 就是會有棒球的表演賽 會找一些 我在遠雄工作的朋友 都就是還滿開心的 林鄉是一個重要的資產 那他們也不捨得你離開 那就可能是球員離開 所以孫生 馬傑生 怎麼樣他都喜歡生 傑克生 所以 黃偉生你要改名字了是不是 黃秋生 還是黃洋生 黃洋生 什麼生的可以啊 黃秋生可以 跟什麼生沒有關係啊 沒有啊 孫生 孫生跟他的事情 大家都覺得 但是林鄉在日本 是比台灣還紅耶 真的嗎 他在台灣就已經很紅了 他最近 這幾天最紅的是那個 李多惠 李多惠 李多惠拍了一個 台北小吃 還有夜市 拍的超好的 他那個整個團隊是非常專業的 而且他 我本來以為是某單位 跟他業配合作的 沒有耶 他那天去淡水開直播啊 誰 李多惠啊 然後後來就把他剪成片子啊 你知道他 他開直播滿感的耶 就不怕他殺過去 他淡水直播喔 都有景深耶 那個攝影都有景深 就是用的是專業的 是厲害的 專業的團隊 他那個攝影 我也覺得有點奇怪 就是 他在夜市光源那麼亂的情況之下 可是他的光抓得很漂亮 而且他是走動喔 他不是定 你說定一個咖 然後光都喬好了 他現場 他現場還有PD耶 PD 然後他就會吃到一半說 叫PD過來吃 對 他的音收得很乾淨 那他的燈光音什麼 林鄉跟李多惠要之後 你要選擇誰 我都選啊 小孩子誰都選 我覺得他 我在看著 比如說我們自己做節目的 我覺得說 哇他是 因為他是走動耶 你看他去 但他光都抓得很棒 他去護航早餐嘛 他是真的五點多起床出門 陽明是護航的駐點小天使 不是 因為我們電台旁邊啊 我知道啊 你看他去拍喔 他說六點十九分排到買到 他說排了大概十來分鐘 他要排 當然要排啊 誰不用排 可是老闆不會聽到 啊李多惠好不用排 不會 不會 富豪豆翔才沒有關係是誰 真的喔 對 但是你在那邊拍就會變成大家的焦點 排隊的人也蠻開心的 因為他們會打光啦 排隊的人應該也蠻開心的 也習慣了啦 還是林鄉比較想 但他他那一次 你知道上禮拜他 光開直播他的斗內就破一萬七耶 斗內才一萬七啊 淡水 淡水那一個直播 他的就是李多惠會收到斗內破一萬七 那他有回答王有提問嗎 沒有吧 有有有有有 因為旁邊是球團的人 他旁邊那個男人 可是我發現看他影片的韓國人比較多耶 對對對 不是台灣人多 是韓國人 都有各半 他有時候會拍什麼 他他買一台車有沒有 對他喜歡去錄影 對 然後他去幹嘛 他那台車是不是後來也有 講那台車的時候 那個比較可能是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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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他是先來台灣先拍這幾支 接下來他的頻道就會收到業配了 對啊 就到時候就會找他 他為了他的團隊還在東區租了一個公寓 一套房 你連他的東區公寓都知道 他有開箱 他有一支影片就開箱 那林鄉跟李多惠那樣選 然後而且還把他們 我發現雅民蠻明顯的 講李多惠的時候比較開箱